高雄大智吊具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高雄大智吊具的大智先生 我們今天來介紹這一支 是邦騰的 這個叫做 併濟桿 併濟桿 它 它是在吊什麼 它這支吊桿其實蠻特別的 它也是泛用型 多用途 萬用型 什麼都可以吊 不過大部分人都把它拿來吊什麼 吊海釣場的戰鬥池 海釣場的戰鬥池 海釣場在吊戰鬥池的時候 為什麼 為什麼它會拿來吊海釣場的戰鬥池 因為各位知道 海釣場的戰鬥池都是 就是 怎麼講 吊上來之後馬上放回去的魚 那個魚非常的狡猾 非常的刁鑽 那為什麼要用這種釣竿呢 因為海釣場 各位如果去釣這個戰鬥池 你們就知道 你在攬那個兩條火耳的時候 你可以釣雙溝 你用火耳的時候 你的肝尾如果太硬 你用一般的小雞肝 它根本不會來吃了 所以就需要這種釣竿 尾巴是比較柔軟的 比較柔軟的釣竿 可是因為海釣場的戰鬥池 魚又很大 都是七八斤的紅骨 或者是七八斤 或者是十幾斤的大金木爐 變成說你的釣竿尾巴要有一定的柔軟度 然後腰身又要夠力 不然會釣不起來 因為常常吃在水車旁邊 需要把它烤起來 那就需要這種釣竿 尾巴柔軟 腰身韌度夠好 那這個是第一個用途 第二個用途 這一種釣竿 可以用來釣什麼 烏溜 烏溜池釣烏溜 腰身夠力 尾巴不會太硬 尾巴為什麼不能太硬 各位 你們如果去烏溜池釣過烏溜 職業池的烏溜 吃耳非常的刁鑽 需要用細線 尾巴如果太過於硬 一陽桿可能直接切線 這個尾巴不會太硬 一陽桿剛好供住那個魚 所以這個釣竿 它主要的這兩種用途 是這樣子的用途 是一個比較專業化的一種釣竿 然後其他的用途就是 你也可以拿來釣塵底 你也可以拿來釣浮標 你也可以去釣伐機 打螺 釣內力 或者是直接 反正就是伐機的場合 都可以用到 它野糖水庫 隨便你用 也是泛用型 不過 它就是一種病劑的釣竿 它是三節用插結式的 所以它的 全部的長度 它的總長度 我量量看 這個總長度 好像是 我量量看 我記得是 107公分 總長度是 107公分 也不會說非常的長 也不會說非常的難帶 它的整體感就是這樣子 整體感就是這樣子 不會非常的長 然後重量很輕 非常的輕 因為它這個是 輕量化 它的材質非常非常的不錯 然後它 台灣釣竿 它附給你這一支 這一支管 是硬管 這一支釣竿 可以不要釣釣 你把它鋸短之後 鋸短之後 塞子 繼續塞一個 可以變一個浮標筒 浮標筒 那這個竿子的細節處 我們讓各位先看一下 來 從這邊 它這個 綁這個線 是綁這個 紅色的線 那乾身本身是黑色的 然後有coating 上面有eposit 然後可以看見是 這個珠子 這個珠子 屬於大孔珠 也沒有很大孔 就是中間的 它不是那種小孔的 中間的 它不是非常的小孔 也不是非常的大孔 各位可以看見 這樣子 這樣子 對對對 這個角度比較正確 這樣子 這樣子 然後它的名字在這裡 台灣製造邦騰的東坡 邦騰起來在這裡 那這裡是EVA 就是EVA的 然後這個捲線器座 是一個輪座 吊戰鬥匙 大型語 一定要是 輪座 輪座 ALPS就是台南做的 台灣製的捲線器座 相當不錯 然後下面是這樣子 下面是這樣子 下面是這樣子 這個是壓痕 因為剛剛它釣竿是綁在這裡 這個 你過個等一下就會膨起來就好 因為它這個是EVA 它EVA下去車溝 車一損一損的 一損一損的 就是 比較止滑 比較止滑 那這個釣竿的 它有一些特色 就是說 第一 它的尾巴比較軟 這個尾部 是一個實心尾 不容易弄斷 因為你 這一種釣竿的特色 就是它這一支尾 很柔韌 不是那種很 很細嫩耶 就是那種很Q很軟 然後細細的這樣子 然後是實心尾 實心尾 然後這種釣竿 第二個特色 腰身很硬 這個尾巴就很硬 很硬 很硬 可是它的狀況 是撞上去之後 是會過節的 不是不會過節 是過節順順 這樣 這個腰身很硬 各位可以看見它為什麼 它的管臂很厚 管臂很厚 管臂非常厚 比我們一般的釣竿的管臂 都厚太多了 然後 這個本節 本節管臂也是很厚 管臂也是很厚 然後細深 各位可以看見 它這個 它這個粗度 我的食指放在旁邊 各位可以發現 很細深 很優心耶 所以它的手感 手感相當的好 我們把它組起來 讓各位看看這個整體感 擦結的使用 也不會很麻煩 就是直接這樣擦下去就好 擦 反而不用對肚子 對一顆 看在旁邊擦下去 擦下去 好了 擦了之後這個再擦一次 兩次就解決了 來 各位 看一下這一支釣竿的整體感 你要釣什麼都可以 釣什麼都可以 因為尾巴柔軟 餘性明顯 釣層底 釣烏溜 釣蕾 釣海釣場 釣什麼幾乎是萬用的 而且它是10尺的 10尺的 它的管子上面是寫4號10尺 他們公司在寫都寫比較保守 這個我估計大概就是5號桿左右 然後 各位可能想說 這個到底它的釣性是怎麼樣 一般來說 我們釣海釣場 都會 用 兩隻小鯉魚 或是兩隻泥丘 兩隻小鯉魚 兩隻泥丘 大概釣上去的重量 大概是一兩重左右 我們拿個一兩 把它釣上去 讓各位看一下 讓各位看一下 我這個 沒有一兩 我拿1.2兩的 1.2兩 各位如果想要比較 你現在用的釣竿的釣性 你可以找一個一樣1.2兩的 釣上去 你看這個影片 然後再去對照你的釣竿 你就可以知道說 它的釣性是如何 因為我們兩隻火耳的 重量 大概也就1.2兩 各位可以看看 那這個珠子是金色的 還蠻有意思 它的珠子 也是ALPS的珠子 就是台灣這個三副的珠子 我們把它釣起來 這1.2兩是毫無壓力 因為我們在朗火耳的時候 各位可以看見 你要走過去靠近一點 拍得到嗎 我拿高一點 你從這邊拍過去 來你過來一點 這樣就看得到 各位1.2兩 各位看見它這個尾巴 有一個很特別的彈性 我們不要動的時候是這樣子 不會很垂 也不會不垂 就表示說它手感是相當好的 這個魚來吃耳訊號是非常好 老師傅在講的 來吃耳朵 一顆吃下去就 嘴裡了 不會說吃不下去 因為你如果 鋼尾太過於硬的話 魚來吃了 有時候會吸不進去 就是你鋼尾太硬 各位知道了沒有 所以這個釣竿 它的優點就是在這裡 萬用型 飯用型 而且可以釣海釣場 職業池 淡水海水都在那邊釣 像我們高雄 那個釣魚池 的那個休前海釣場很多 要釣九斑金木爐 朗活爾 這一把去 非常的好用 那這個價錢 價錢 我跟各位講一下它的價錢 它的價錢 是2600 特價2400 它這一間 它這間公司是有官網 可能跟它官網的售價略有不同 因為他們今年都有漲價 那官網可能還來不及調整就對了 不過沒有關係 售價以實體店面為主 就是售價2600 特價2400 那這個東西如果要寄的話 就要寄郵局 郵局 運費是100塊錢 運費是100塊錢 既一支或是兩支 運費都100塊錢 那郵局就需要有 你們家的正確的地址 跟你的正確的姓名 還有你的手機 因為郵差先生 寄去是用掛號的形式 是需要有人簽收的 那如何買呢 買的話 你可以加我的LINE 我的LINE的ID在這裡 我的LINE的ID是0980-217692 你聽懂它 是大師先生本人 我親自為你服務 然後我們的營業時間 跟LINE回覆的時間 是下午3點半以後 到晚上9點10分 星期一到星期六 星期天是公休的 星期天是公休的 這一支叫做邦騰的東坡併濟桿 上面號數是寫4號 可是實際號數應該是5號到6號 非常的好用 腰身柔韌肝尾 非常的Q韌柔軟 對於朗霍爾或是各種的釣法 都非常非常非常的適用 好 各位今天就介紹到這裡就好了 謝謝各位的觀賞 祝各位每次去釣魚 都是釣到最大條的那一條 謝謝各位 掰掰